缺点就是说你这样观看其实不太方便 如果说我今天的希望可以在旁边 增加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呢主要来源是 根据那个greview而来的话 那比如说今天希望有个greview在旁边 那你点选之后呢这边缝尾可以跟着改变的话 那会更 更好更好这个就去去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做的 总共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里面我们在底下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插入一个表格 那表格的话呢给他两栏两列 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 第2个步骤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formview 这个是我们insert insert这个YouTube的一个页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给他一个 类似清单 各位可以配合什么的配合这个 这个 这边有一个greview 这个greview前面我们用过 那greview部分的话呢在 取得那个资料的时候同样我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seql data Source 所以这里的话我把这个seql data source 放在 这一个表格的 左边的部分 然后呢底下这边呢我产生一个greview的清单 把它放过来 那greview的清单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希望呢我用点选之后 选的这一边会有个清单 那清单的话呢 到时候呢 Foreview就会跟着这个清单而改变 那这里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的话第1个 我这个 sql data source 2 这是greview的Source 那一样要做一个设定 设定部分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选择connection 然后里面的话也是取得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那因为我只是要读取我不需要做新增修改所以按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步就测试一下资料看有没有取得 OK那取得之后的话按完成 那我们取得资料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再来把这底下的这个 规律的部分呢再设定为 选择上面这一个 seql data source 2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格式化看要哪一个样式 里面蛮多的我用预设的这个编分好了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那我只希望 看到好了我们现在只看到编号部分好了用点选或者名称也可以然后我们用这个编号部分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